嗨大家好我是慧君 好久不见 一不小心又隔了好几个月 不愧是我 这一次拖这么久 除了工作上有一点点忙之外 观众的同学都知道 我前阵子汽车不小心摔倒受伤了 那天由于下雨水太深 导致我把握不住 最终我脸纱着底 不过好在我体质良好 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作为一个掌握了技术密码 并且永远投铁的野生钢铁侠 我表示这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了 是时候左手设计一个自行车增稳装置了 是的这并不是开玩笑 同时呢 大家最近应该会频繁刷到 自动驾驶相关的新闻 2021可谓是自动驾驶爆发元年 各大厂商纷纷宣布入局下注 那自动驾驶也是 我十分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同时很巧的是 我本职工作又是做AI的 所以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就出来了 不如我来做一辆自动驾驶的自行车 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 毕竟如果自己不能跑 那凭什么叫它自行车呢 好的既然有了想法 我们就来看一看 制造这样一辆自动驾驶的自行车 一共分为几步 首先当然最基本的 得让车子跑起来 与四个轮车的汽车不同 自行车是一个欠驱动系统 不进行控制的话 不要说跑起来 连让它站稳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套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 这个我后面会介绍 其次为了把驾驶员工具人的存在性给去掉 我们需要给车子 搭载一整套传感器组成的感知网络 以及一个算力足够强大的计算芯片 作为大脑 最后就是在前面的硬件基础上 开发实现一套巧妙的感知和控制算法 俗称注入灵魂 OK我们先来看第一步 让车子跑 我要改造的自行车 是之前买的一辆死飞 死飞Fixed Gear 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自行车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没有刹车 减速靠反向灯车 所以很多玩家用死飞来玩飘移 所谓死飞非死即飞 这可能也是国外人口比较少的原因吧 那话说回来 我们需要对车子进行一些结构上的改造 钢铁侠造机器人大家都看过吧 类似的我们也使用计算机辅助工具 也就是所谓的CAD来进行建模 那么一通操作之后 我们得到了一辆虚拟的自行车 也可以称之为自行车的数字轮身 那有了彻底模型之后 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所有的改造工作都可以在计算机上完成 中间的设计过程省略 总之就是先画好大概的线条框架 然后添加一点点细节 于是最终的改造方案就出来了 可以看到我给车子安装了两个巨大的无刷电机 以及一个控制龙头的舵机 触感器方面搭载了一个RGBT的深度相机 加速对机和拖勒仪 以及一个激光内达 那电池使用的是6S的航模动力锂电池 续航大概有两到三个小时 主控计算模块被安置在了座椅的后方 驱动结构方面 控制龙头旋转的舵机很好理解 那这两个无刷电机是怎么工作的呢 首先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骑自行车的时候 前后方向的平衡 靠的是有两个轮子支撑 以及地面的摩擦力 那左右该怎么做到平衡呢 在骑行的时候 我们能够靠左右调节龙头 来获得转向的加速度 以此抵消重力的影响 那静止状态下又要怎么平衡呢 答案就是靠角动量守恒 学过大学物理的同学应该就知道 角动量守恒定律 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守恒率之一 当系统中的一个物体 角动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会将力矩传立给其他物体 所以中间这个无刷电机 其实就是用于驱动一个金属的动量轮 后面大家会看到它的作用 实际上这也是在太空中 卫星在没有摩擦力的状态下 调整自身姿态一样的原理 那么后面这个无刷电机 这是用于靠摩擦力驱动后轮 让车子整体前后运动的 OK图纸设计完了 下一步就是零件的加工 其中一部分零件可以用3D打印制作 但是由于本次做的东西 功率还是比较硬核的 那么3D打印塑料的硬度和钢性 都不太适合作为核心的结构件 所以用于固定电机的零件 我还是选择使用金属来加工 这里不得不感谢一下我的一位朋友 Siki他家里有厂 而且也是一个很爱设计东西的up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总之在打印机 兴兴业业用完了一大卷耗材 以及朋友超机 加工了好几天之后 我凑齐了改造所需的所有零件 只想说加工中心真香 那接下来就是快乐的组装环节了 既然是自己设计的图纸 组装肯定是没有难度的 那么来看看他们装好的样子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安装电路系统 也就是主控模块以及AI计算单元 于是我们就到了第二个部分 车子的机器大脑 虽然说是大脑 但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 我们在设计机器人的时候 会将计算系统分为低算力 低实验运行实施系统的小脑 用于控制身体 以及高算力 但是高实验运行非实施操作系统的大脑 用于感知和思考和决策 那在这个系统中 我使用的是之前HoloCubic里面用到的MCU ESP32作为小脑 而大脑呢 则是用上了目前圣藤最强的Bn计算芯片 圣藤310 它搭载的大喷奇Core 可以提供最高22Tops的AI算力 而班卡的尺寸嘛 大家都知道我的风格 那我设计了一个载板 把这两个计算单元整合到了一起 板子的结构为4层设计 比较简单 那PCB打烊之后 我们手工焊接一下 也就是传统异能环节 然后大脑和小脑是通过总线相连的 并且我在软件上实现了一套RPC框架 让它们可以方便的进行通信 小脑的框架是基于FreeRTOS 那主要是实现抽援器的数据处理 以及电机的控制算法 简单的划分了三个任务 闭环控制线程 电机通信线程 以及屏幕刷新线程 这个小屏幕是用于实时显示一些参数的 有智慧圈的地方就有屏幕嘛 大家都懂的 那大脑的软件框架则要复杂很多 除了基于深藤的整个AI站之外 我还在系统中使用了ROS 它是一个高性能的通行中间键 我们后面的消息分发 业务串流 Slam等的实现 都是基于ROS开发的 那脑子有了 电路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块 那就是心脏 大家是不是想到了我之前设计的 Control FOC驱动器呢 没错 我那个时候说的想实现一下的脑洞 其实就是这次的这个项目 那这个其实已经是Control的二代作品了 这个驱动器有多猛呢 在这么小的体积之下 实现了两路共100安的无刷电机FOC控制 同时还顺便驱动了前面的60公斤舵机 以及一个散热风扇 那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看一下 我之前发的驱动器视频 非常有意思 OK我们把结构零件和电路全部整合起来 于是完全体积就诞生了 是不是还挺酷呢 不过细心到这里都还算比较常规 接下来的助理 才是关键 机器人是一个复杂系统 我们设计一个机器人的时候 科学的方法是首先对机器人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也就是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建模 数学模型会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相对容易的 哪些是复杂的 举例来说 这个车子的控制代码中 有超过50个重要参数 控制周期 反馈矩阵 PID增益 绿波器戒指频率等等等等 这些魔法数字要全部得到合理的设置 才能使系统进入稳定且快速收敛的状态 而一些物理参数的设置 比如说电汽功率应该选多大的 费轮质量应该选多少 重心的分布怎么设置才比较合理 等等等等 也都需要由准确的数学模型来进行指导 那在得到模型之后 为了进一步验证理论的准确性 一般我们会先在计算机中进行仿真 这里我使用的是一个游戏引擎 Unity进行仿真 我们在游戏引擎中 构建一个虚拟的物理环境 附给小车正式的质量和重力 然后将控制算法的计算结果 可车化显示出来 那这一步验证完成之后 还有一个SIM2Rail的过程 也就是把仿真的结果 迁移到现实环境中 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因为现实中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很多情况下 机器人往往是在仿真中中全出击 然后在现实中唯唯诺诺 所以整个调色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辛的 交通系统中 我在遮态控制中 使用的是LQR控制器 方向控制使用了经典的PID 串联器则是对加速的机和托勒仪数据 使用了二阶的巴特沃斯滤波器之后 再通过卡尔曼滤波 进行数据融合 就能得到侧身的姿态 经过漫长的参数整定之后 控制算法终于收敛到了完美的效果 OK 那么它现在也是一辆成熟的自行车了 这时候拉出去让它自己跑一跑了 我找了一个空框的掩饰场地 大家请欣赏 经过测试 车子的姿态保持性能非常的好 得益于合理的算法设计 车子哪怕是在受到一定的冲击 或者突然增加负载的情况下 也能稳定的保持平衡 于是我就带着它 入了一些高危险性动作 那再结合一下后轮电机的驱动能力 然后走两步 当然也是毫无压力的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在晚上 看到一辆自行车鬼鬼祟祟 请不要惊慌 OK 至此能动的基本目标已经达成了 那么最后就是引入AI 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驾驶 如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自行车是搭载了深度相机的 实际上我是可以在电脑上 看到车子WiFi实时的RGB图传画面的 于是结合一些AI算法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有趣的功能 比如说让它自动避障 又或者让它在行驶的过程中 识别各种物体进行跟随 除此之外自动驾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就是路径规划 而前面提到车子搭载的激光雷达 就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 激光雷达通过测量激光发射到反射回来 所消耗的时间 乘以光速就可以获得目标的距离位置 由此360度成像就能够获得比摄像头更可靠的深度信息 我们将这些数据用于进行SLAM建图与路径规划 最后就可以实现让自行车进行自主探索环境了 当然由于开发时间有限 本次项目的改造还只是实现了非常技术的自动驾驶功能 同时也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龙头的传动结构设计的不太合理 如果换成斜波减速 私负电机进行直驱 那么行驶的稳定性可以大幅提升 又比如受限于整车的功率 这套系统目前还无法实现载人 但是如果换成电动车 那就不一样了 再比如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结构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 好了 总的来说 本次的项目实现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基本达到了最开始设定的目标 其实涉及这样一辆自行车的想法 很早之前我就有了 起因是当时看到了清华大学 研制出了一款自行车 还登上了Nature杂志的封面 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也浮现一个类似的项目 于是我给这个项目取名叫做宣 也就是Extremely Omnature Auto Navigation 同时宣也是我国古代对于车子的代称 最后再顺便说一下 本次项目的结构设计也是全部开源的 有兴趣想复现的同学 可以去我的GitHub仓库下载 更新视频太不容易了 大家喜欢的话 请务必记得三连加关注 马上也到高考了 读今年的学弟学辈们都取得好成绩 最后再预告一下 下一次我会制造一个机械臂 那么我是野生干铁侠 我们下个项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